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蛋 如果想知道一些关于香港人移民资讯 请大家多忙点赞和订阅 我会继续努力,多拍这片给大家看 首先,先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 因为都知道大家这条片等得很心急 但因为我想查清楚每一个程序 希望不要在任何一个部份有出错 另外,我想在讲经法国荷兰入英国之前 讲一讲TOR1的地址 因为有很多网民留言和私底下问我 如果初到英国没有地址的时候,应该怎样做 其实我建议你带宠物过去英国之前 起码最少要过去英国一次做考察 之后确定你落脚的城市和捉住地方 在这个情况下,你才带你的宠物过去 因为你没有可能要有草物跟着你周围走 去运屋 当然,我说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如果真的不许可的话 你就要上网去Airbnb的地方租一个可以长租 和写明可以给草物居住的地址 TOR1的详情是怎样填写的呢? 我会在迟一点的影片再教大家 好,我们开始了 入英国其实有三个方法 就是海陆空 之前说了空 承搭CX和BA 由香港直接飞到英国 其实这个方法是最直接的 但有两个原因令你不选择它 第一,无论CX和BA都只能将草物作为货运形式运送 第二,某些品种是不能上CX和BA货运的 航空公司的原因都是因为安全的理由 所以它就不载这类型的草物上机 这里就是CX和BA的禁运名单 详情可以自己点进去看 我会放在下面的描述里面 海路和陆路方面 就是分别由荷兰和法国入英国 我会先介绍由荷兰入英国的路线 之后就到法国了 在讲这两条路线之前 我想再提一次 如果英国完全脱欧 在2021年1月1日之后 那个政策是不是完全一样呢? 是不清楚的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由欧盟入英国 比由英国入欧盟更容易 我见到一些网上资讯 如果完全脱欧之后 应该程序上没什么大分别 如果有的话 只需要多加一本欧盟的草物护照 但这方面我真的不肯定 如果有最新的资讯 都会更新 如果是荷兰的路线 就会由香港乘搭 乘搭 KLM 直飞 Amsterdam 之后就可以乘搭的士或火车 去Hook of Holland 然后我们在这里办好登船手续 做好出入境 之后就会上船 乘搭去英国 如果是经法国的路线 就会乘搭 Air France 直接去到巴黎 之后就有三种组合 可以令到你由巴黎去到London 第一就是直接由巴黎的机场 乘搭预先计定的火车去London 第二就是由巴黎的机场 乘搭火车去到卡尼 之后再乘搭火车去London 第三个组合就是由巴黎的机场 乘搭火车去Forsetown 之后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乘搭去London 或者乘搭去其他你的目的地 其实这三个组合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会经过这条Eurotunnel 还有需要在卡尼这个地方 做一个草物入境手续 其实它是一条货柜火车的海底隧道 当时你会和你的草物一起 在私家车里 进去的火车里过去英国 其实在整个程序方面 分别是不大的 基本上你要准备的文件都是一样的 我会详细地解释两个不同的点 第一件事就是机票和乘搭飞机会有分别 第二件事就是入境程序 如果有看之前两条草物移民片的话 应该会发现有一样步骤 是不需要做的 就是不需要联络清关公司 在你入境英国的时候 很简单就做到清关了 如果是货运的清关 就需要找回草物运输公司 如果机票方面你是带你的草物 上飞机乘客舱 或者做机舱行李的话 是不需要预先买一张机票的 但你必须预先和航空公司联络 他们都在一个网站里说明 如果你是未订机票或者订了机票 都需要去找他们作出合适的安排 无论是猫猫还是狗狗 草物连袋的重量低过8公斤的话 就可以上飞机乘客舱的了 无论Air France还是KLM 都允许大部分的塔皮草物 当然Air Line方面 是要你自己找兽医 去确保草物的安全 每人可以带一只宠物上飞机 如果你多过一只的话 就要转为做机舱行李 但是要留意的是 如果你的宠物是一个塔皮的宠物 你是不能做机舱行李的 这个时候你又要转回去做货运 这次我就不说太多关于货运的东西了 Air France和KLM的 草物货运 都需要有指定的草物 运输公司去处理 详情我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如果有需要的就click进去看 其实Air France和KLM 都是有一些禁运名单的 但是它的名单是比 CX和BA少 英短、异短这些猫猫 都是可以上飞机的 没问题的 我在这里就不会逐一只品种去说 如果想知道哪一只品种 用什么Air Line 和用什么模式去运送 就可以在下面的description看到 我会放一条link 而且它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 就算是机舱行李 或者货运 它都允许你给一个玩具你的宠物 在飞行的时间 那个宠物就会有个玩具陪住了 当你到达Paris 或者Amsterdam之后 如果你的宠物是hand carry的话 当然它会跟你下飞机 如果它重过8公斤 是一个寄存行李的话 你就需要在平时等行李的位置 等你的宠物出来 之后你就准备好所有文件 就可以扮你入境手足 到了荷兰之后 你就有两条路线 可以去到码头搭船 第一条路线就是搭火车 大概十几二十元欧罗 需要一个半钟时间 除非你的宠物是很大型 如果不是 乘搭荷兰的公共交通工具 宠物是免费的 第二个方法 就是乘搭的士 或者叫车 我报价 大概是130-180欧罗 它就快一倍时间 大概45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如果想知道 详细叫车公司的资料 可以在Facebook inbox我 我就跟你说 去到Hook of Holland之后 就可以去登船 登船前当然要做出入境手足 同样地准备好所有文件 给职员去检查 之后的旅程都不需要再查 这条航线每天就有两班船 分别是下午2点15分 以及晚上10点 价钱方面 经济位一个人 就大概49元 一只草物就23元欧罗 另外大概还有10元集费 如果你选择夜选 就会在船上睡一晚 价钱大概4-50元欧罗 我想你就回自己下机时间 去决定乘搭哪一班船 但是晚上船的话 时间就会长一些 差不多要9个小时 另外还有餐厅 或者不同的房价收费 详情可以在下面看一看 我会放在Description 在船上这段时间 但草物是要和你分开的 它会有一个特别的房间 这个房间里面 会有其他的草物 虽然它要和你分开 但是你可以进去探望它 还有如果你是过夜的话 你可以透过你房间里面的电视 看到你的草物 经过了这么多个小时 搭完飞机又搭车又搭船 终于来到英国了 其实我觉得法国方面 是较简单的 它貌似有三个组合 但是其实是同一样东西 它们的分别只是在于价钱 其实还有第四个选择 就只是Eurotunnel的位置 召车 火车的价钱我就不算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 直接由Paris到London 是性价比最高的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你是拿着行李 加上你要照顾你的宠物 我觉得如果价钱差不远的话 其实直接不用转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过Eurotunnel之前 你就需要在Pet Reception 办理手续 之后你就会上火车 搭车过去英国 由Paris 经过Eurotunnel 去到London 大概需要两个半钟的时间 而在隧道的时间 大概35分钟 同样地 如果想知道租车公司的资料 都可以在Facebook Inbox我 同样地 上天下海 辛辛苦苦来到英国 的而且确 经巴黎这条路线 是短很多的 时间上是快很多 而且的而且确 方便很多 我想就看看价钱 如果价钱 budget许可的话 就的确选择巴黎好点 今集就差不多了 记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 订阅给你身边的朋友 如果再有其他问题 都可以留言给我 健康证明书 和TOR1 我会在 迟些的影片 教大家怎样填 下一集就会说 很多网民都想知道的 Soul Garda 下条片见啦 拜拜